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陷入一些丑闻 今天给大家带来赵绍康的故事 赵绍康出生于台湾基隆市 他的父亲赵振荣在当时政府的裁判组当副指挥官 母亲李连珍在宜兰县罗东镇临场幼儿园当园长 赵绍康从小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 而他从大学时代就是被重点栽培的青年政治人才 外传他曾参加过学生组织绝民学会 继而担任毕业生联合会主席 毕业后拿着中山奖学金赴美攻读硕士 之后赵绍康参加台北市长任选 输给陈水扁之后便逐渐退出政坛 专心从事媒体事业进入娱乐圈发展 还曾担任飞碟电台董事长 中广董事长兼总经理 并在中广流行网与TVBS主持节目 赵绍康在2016年的时候被报婚内出轨 当时赵绍康被周刊王二度拍到 在晚上开着宾市车接送自家电台DJ陈安 途中除了放女方下车买夜宵外 两人还在车上关灯五分钟 似有暧昧 赵绍康有人在4月27日表示 不止一次搭过他的车 他似乎很乐于再送朋友 而后赵绍康不顾出轨丑闻 带着太太梁蕾和友人赴绿岛游玩 似乎夫妻感情并没有受到影响 作为绯闻女主角的陈安 本名陈品寒 绰号小安 毕业于长荣大学传播系 原在中广主持每周六日晚间九点的 陈安的爵士小酒馆 介绍红酒知识与爵士音乐 但报道指出 大35岁的赵绍康对他照顾有加 两人年初在中广尾牙向员工敬酒 当众自拍 被员工封为安康二人组 2016年2月底 李明柔请辞晚间7点10分的《人来风》节目 赵绍康就让陈安接手周一到周五的晚间9点时段 让不少DJ吃味不已 周康王3月18日 媒体拍到两人同车 缓速开了18分钟 同月21日 陈安结束电台工作 再度上了赵绍康的车 一样又去买夜宵 他上车后 两人在车上待了15分钟才失离 后来又在暗向西灯5分钟 赵绍康才送他回家 陈安的男性友人表示 小安是个很好相处的女生 跟男生朋友都像哥们一样 搭个便车又不是去哪 应该还好吧 只是赵绍康在中广的节目时段 是早上9点到10点 与他相差12个小时 温馨接送 实在不想搭便车 陈安大学时期就在乐团担任主唱 除了担任婚礼 尾牙歌手外 也上过百万大明星等节目 拥有傲人胸伪和修长眉腿的他 也时常在社交账号上晒出蜡招 似乎对身材很有自信 这段细闻曝光后 周刊王表示 这两次拍到两人独处后 就没再看到赵绍康接送陈安了 而是由一位平头男接棒 宋陈安 两人一起用餐 唱KTV 还到他家 面对记者询问接送一事 陈安不但全盘否认 更称 自己向来都是搭出租车回家 从未坐过老板的车 也不记得有平头男来找过他 大搞失忆 反观赵绍康面对绯闻的态度 轻描淡写地表示 他和每个中广DJ都有交情 也都曾送过其他DJ回家 似乎想以大打太极的方式 度过这个风波 其实赵绍康的感情史十分丰富 不仅仅是接送美女这么简单 他有过两段婚史 他的第一段婚姻比较低调 所以显为人知 当时赵绍康并没有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和前妻感情破裂后 便选择了离婚 赵绍康的前妻选择带着两个儿子 远赴美国生活 不过后来前妻不幸在美国患癌过世 儿子便由继父与外婆抚养 也许是缺少家庭的温暖 赵绍康和前妻的孩子还患有自闭症 但是据知情人士表示 赵绍康基本上不管这个儿子的死活 属于是抛弃妻子了 而赵绍康有今天的成就 是离不开他的第二任妻子的 赵绍康从政坛跨足媒体 现任妻子梁蕾是推手 记者出身的他熟知媒体生态 曾替他制作节目代表发言 但他不爱曝光 把光芒留给老公 乐当背后的女人 梁蕾曾被封为华世新闻部之花 当年赵绍康在华世主持新闻追击 被他吸引 展开追求 两人交往三年 于1988年结婚 赵绍康在婚宴中说 梁蕾是他政治路途上的重要依靠 两人育有一儿一女 赵绍康和梁蕾的儿子和女儿的名字 都很特别 儿子叫大开 女儿叫大方 几乎让人听过就记得 其实这两个名字是有典故的 大开是妈妈梁蕾取的 梁蕾喜欢金庸小说 而武侠人物几乎都是大开大和 纵横驰骋的英雄 所以儿子取名大开 至于女儿赵大方 赵绍康则是取自老子的 大方无鱼 大气晚成 一指最方正的东西是没有棱角的 希望女儿可以外方内援 有原则也有包容力 虽然寓意深远 不过这两个名字 一个是比小开更有钱的大开 另一个则是直接以大方为名 导致兄妹两人常常被朋友熬请客 还有刚认识的朋友 拼命追问本名是什么 让两人哭笑不得 2011年9月 赵绍康 赵大开父子 首次连绝接受媒体专访 谈到过去的投资经验 赵大开对这位投资慢慢拍的老爸 只要投 被儿子吐槽的赵绍康没有韵色 反而带着得意的微笑 赵大开年仅17岁时 竟然就眼光精准地 乡中苹果股票 而赵绍康也听信 未成年儿子的建议 大胆买进当时 根本不成气候的苹果股票 这跟赵大开从小就显露投资天分 而赵绍康也采取开放的教育方式有关 当时上大四的赵大开 对数字特别敏感 妈妈凉蕾笑说 如果真的有遗传 绝对不是遗传到我 因为赵大开五岁 就会纠正妈妈 光看包装颜色的购物习性 就连去便利店买洋芋片 赵大开都会仔细计算 每一包内涵几克 换算成一克多少钱 以决定买哪一种最划算 年纪轻轻就跟在大老板身边 还能走访大企业 到外商实习 让赵大开拥有比同龄年轻人 更丰富的经历 或许有人认为 这是靠霸光环的特殊礼遇 但赵大开不会严 我知道我的家境比很多人好 但不是只有从零开始才要努力 我的机会比别人多 更应该好好把握 努力多学一点 听到儿子的告白 赵绍康也坦言 白手致富的时机已经过了 现在大多数的孩子并不缺乏物质 缺乏的是经验和观念 尤其是现在 世界变化太快 金融风暴两三年就来一次 父母应该从小训练孩子的理财官 赵绍康能成功翻身 投身媒体业 全靠两雷 从节目内容到电台管理 大小事儿几乎都由梁蕾做主导 她不是在家守着老公小孩的传统妇女 由于赵绍康是保守金牛座 电台从员工到主持人 有事儿都喜欢找梁蕾 据悉赵绍康自飞碟电台到news酒吧 再到中广 想用谁都会先问梁蕾的意见 很信任老婆的眼光 赵绍康在飞碟电台担任董事长时 有许多交好女性加入电台主持群 有人打去私下问梁蕾 难道不担心 她回呛有什么好担心的 没多久 这些女主持人都成了梁蕾私底下的姐妹桃 可见她的好能力和手腕 赵绍康和梁蕾结婚多年 旁人都非常羡慕间谍情深的两人 梁蕾不只是赵绍康的心灵伴侣 也是她事业上的好帮手 赵绍康在太太的辅佐下 与彭国华、张晓燕夫妇 合作成立了飞碟电台 掌握政治娱乐圈资源 将电台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 赵绍康在2006年3月 辞去飞碟电台董事长一职 并处理掉持股 不过妻子梁蕾仍持有飞碟100多万股 2006年12月23日 赵绍康与其好友企业 共取得台湾、中国广播公司 余95%的股份 并担任中广董事长兼总经理 而在2007年10月24日离开中广时 赵绍康曾表示 以后可以带着老婆引游四海 乐得轻松 不料2007年却传出梁蕾离婚癌症的消息 梁蕾11月19日住院 20日开刀 赵绍康天天都到医院陪伴 他竟表示 大约一周会出院 其他的不方便透露 后来提到是否会回电台一事 赵绍康摇摇手说 现在不适合谈这个 此时此刻 和事业相较 老婆的健康显然是他最在乎的事 梁蕾是在11月20日 住进台北荣总医院妇产科病房 开刀治疗的 至于他离婚什么癌症 赵绍康夫妻俩相当低调 不愿意透露 不但要求医院对于病床号码报秘 病房外还有谢绝访客的牌子 连花篮也没有署名 杜绝外界的干扰 梁蕾的手机也没有人接听 据了解 梁蕾罹患子宫内膜癌 手术后可能还要继续接受化疗 期间 包括多位电视名嘴 影视界大姐大 张小燕等人都低调前往探视 为梁蕾打气 赵绍康这些年在投资方面很有一手 赵绍康利用自己手里的资金 在房地产最景气的时候进场 如今转得盆满钵满 赵绍康购买的是位于台北市中心 精华地段的豪宅 国美敦南艺术馆 面对敦化南路 林荫大道 旁边就是园起 总共才28户 一瓶卖到100多万 但抢售程度超火爆 有钱还买不到 房仲业者陈太元表示 敦化南路的黄金门牌 然后又在远起购物的附近 包含还有名人的加持 我们都知道说 赵绍康在那边也买了两户 豪宅有赵绍康的名人效应加持 但当年他大手笔购入引发话题 时间回到2014年 大深宫 包中集 大面子等 三家公司联手 以1.76亿 标下国美敦南艺术馆 两户法牌屋 平均一瓶127万 相较2013年 一瓶成交价170几万 甚至喊价喊到200万元的都有 而大深宫 包中和大面子 控股的公司就是中广的法人 这些年 梁磊病情控制得宜 和赵绍康两人提早享受人生 梁磊会安排旅游行程 运动 他曾说 若不是梁磊 我的人生不会那么丰富有趣 两人很喜欢出国旅行 每年一定会固定出国玩一两次 换个环境 换换心情 赵绍康最大的愿望 是到喜欢的地方住上三个月 半年 体验流浪异乡的感觉 同时了解不同的文化 虽然目前因为工作忙 小小的愿望也成了奢求 但他仍不会放弃这个想法 如今赵绍康依旧和梁磊生活得十分幸福 也希望他们一家 未来一切很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们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